五倍券到底该怎么领不但引发了朝野的争辩 就连绿营内部也出现不同意见 现在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打算在排富的前提之下 替不符合纾困资格的90万市民支付这换购五倍券的1000元 市库呢大约支出8.9亿 不过13号晚间行政院表示考量到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将评估全由中央吸收 对此黄伟哲感谢中央提查民意 可以使用身心券吗 五倍券究竟该怎么领不仅引发全民关注朝野争辩 就连绿营内部也出现不同意见 其中郑国会跟英系立委纷纷希望免费 现在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抛出跟进态度 中央要帮忙给付将近一半的市民朋友们的五倍券的 其中的1000块的这个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台南市就支付另外一半 据了解台南约有187万人 眼看有了中央帮忙将替符合纾困资格的80万人支付这领取五倍券的1000元 市府赶紧进行排付 最后也只需替90万市民支付1000块 市库约支出8.9亿 市府替市民付钱 老百姓当然乐观集成 但13号晚间新政院表示就怕国人因为换购五倍券的这1000块造成比较心态 考量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持续提升 因此这1000元将评估全由中央吸收 向中央喊话黄伟哲感谢再感谢 而对于高雄平工纷纷加码1000元 黄伟哲衡量市府财政后占不考虑 我们会衡量我们的财务状况 做一个适合的处理方式 全民免费领劝 尽管行政院还得听取党团成员意见 但相信不久后就有好消息传出 在这因为疫情导致百业萧条之际 中央振兴措施也替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 藉由黄富奇台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